是這個違建的部分 因為其實從102年開始 那其實就有相關的違建的部分 那它違建的部分主要是在後面 大概有600米平方的一個面積 大概有五層樓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來講 市政府依照建築法的規範 對於沒有申請建築而擅自建造的部分 多出來的違建的部分 今天進行相關的違建的行政程序的執行 那在這個之前 我們在今年的5月23號 我們也給予了聯力公司 三個禮拜自行改善 跟自行拆除的一個公文 那因為到6月19號 所以今天6月20號 我們特別過來進行相關行政的部分的執行 因為我們有跟法院申請假指分 那法官的裁定 就是說它的理由之一 就是說我們可以向市政府申請停止執行的一個程序 那我們昨天正式 昨天早上有正式向市政府申請停止執行的一個文號 我們怕說公文旅行沒有到這個執行單位 所以我們昨天下午把市政府裏面執行的這些說發的文號一起送給我們都發處長 讓他知道他執行單位呢 我們基於保障人民的財產生命的一個安全 電視條主流的市場 一個偷人的將軍 父母便你 第四個禮拜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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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